儿童误吞义误的案例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为保障儿童的安全 消费品安全办公室同六家电商平台接触 从年头至今要求他们撤下超过1000个 涉及将磁力猪和吸水猪宣传为儿童玩具的不合规产品栏目 这比去年全年的300多个增加了超过两倍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磁力猪 扭库电池或是吸水猪等 这些看似普遍的儿童玩具其实暗藏风险 主角妇幼医院观察到从2019年到2021年 儿童误吞磁铁个案增加50% 超过一粒的磁铁进入他们的消化器官以后 会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如果互相吸引的话 两粒磁铁一站碰在一起粘住了 把长臂跟卫臂夹在中间的话 时间一久 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过后 会造成这个长臂跟坏臂坏死 会有穿孔的现象 通常都必须要做剖腹 企业发展局旗下的消费品安全办公室 上周发布通告 规定电商不能将磁力猪和吸水猪等物品 定位为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的玩具 也不应在平台上列为玩具类别或儿童产品 他们需要保证 那些东西和孩子的食材 那些食材和食材 那些食材和食材 认为这些国家的食材 在最严重的状况下 我们也会把违规的店铺关闭 并禁止商家以后在我们的平台上售买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选报道